台中阿拉夜店大火当时造成九人死亡的悲剧 立法院下午也三读通过了消防法的部分修正草案 公众使用的建筑物没有经过主管机关同意 不能来进行明火的演出 甚至连放天灯未来都要申请了 否则就要开罚三到十五万元不等的罚款 消防法修正之后室内明火表演需要采取许可制药 经过主管机关核准才可以来放行 消防署副署长也表示修法的重点是在于是否涉及表演 因此民众在室内公共场所所玩的仙女棒 吃炭火烧肉以及点蜡烛进行芳香治疗 由于是不具有表演性质 所以都不需要来事先申请